第三方生子细胞 46岁做四管银耳 第一次逐进去怀孕流产 那后来我们跟他做ERA 结果发现他的ERA时间 这个比较多是155小时 那后来我们根据ERA 逐入一个胚胎怪胎 染色里正常的胚胎 成功怀孕生一个男生 那46岁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成功呢 46岁 很简单 第一个 45岁以上 你可能要考虑戒卵生子 是不是你考虑 如果不戒卵 那你的卵巢功能很强 现在我有个46岁的 还没打针就八颗绿炮 在那边等着我打 所以打下去也是八颗一直打起来 我有一个46岁的台北的沈小姐 她不想戒卵 第一次戒卵五颗 切片四颗全部不正常 第二次戒卵七颗 切片四颗两颗正常 租进去 甚至一个男生 就是46岁自己卵子 所以如果说 你要45岁以上做四颗银耳 想要自己卵子 那你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卵巢功能还蛮强的 像我这个 现在在打针这个 它的MH1.76 厉害打了八颗 还没取 第二个就是建议你做胚胎快塞 或者说45岁以上 胚胎软胎不正常比例 接近100% 所以一定要做胚胎快塞 以免放进去没有怀孕 后怀孕流产 然后再苦天抢地 所以要一次成功 千万要找蔡医师 再尽力ед外 帮助 令人